这个有点不准做 据沈阳和平11月27日报道 2023年11月22日 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网友举报 沈阳市和平区西塔地区草莓销售商贩 存在缺金少两现象 涉嫌违法 我局立即受理 并开展调查 经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 初步认定 该商贩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计量罚等法律法规 于11月24日 决定对涉嫌违法商贩 与以立案调查经查时 将依法依规处理 我局将持续加大各类市场 和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 坚决从严查处 缺金少两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真诚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我们可以咱们看到 我们看到 你会 来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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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他们就这样 别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